生活中,有时有的是常态,人这一生,总要经历很多事情的考验,在遇到大事的时候,乐观积极地面对挑战,康克这两天的精神身体状况都不是很好,好心的母女两个收留了她, 为了避嫌母女两个在外面随便应付了一个晚上,康克自从前两天被杰斯打了一顿后,身体还没恢复的正常,所以这两天一直住在她帮助过的那对母女家,他们母女两个都是善良的人,给了康克无微不至的照顾,还陪着她去找阿祖法。 康克现在还不知道,就在这几天里,阿祖法已经带着凯撒回去过了,妈妈想要把凯撒扣下来,她这样子做肯定是有目的的,好在阿祖法现在做事情比以往慎重多了,因为她已经吃过很多亏,现在不再轻易地相信他们了。 妈妈当然有她的打算,她巴不得他们母女永远不回来,而且上次杰斯来的时候,他们也已经密谋过了,他们已经达成了某种协议。 如果阿祖法真的带着凯撒住了下来,估计妈妈马上就会通知杰斯过来,让她想办法把阿祖法带走。 要是康克知道了这件事情,妈妈肯定会说,我已经留他们母女住在这里了,就是杰斯过来把他们带走的,也不关我的事情。 好在阿祖法对妈妈说的话很怀疑,她有预感康克已经好久不在家里了,所以这个家他是不好住的。 康克要是知道阿祖法回来会懊恼急了,他更加不清楚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,肯定会更加担心了。 康克唯一能庆幸的一件事情,那就是老者在去找他的时候,找到了他的卡车,杰斯那个小子,看到老者在后面追卡车就骑车而逃了。 他也是被迫无奈才放弃的,幸亏康克的钱和现金都在里面,现在老者无法联系到他,所以他到现在还不知道这件事情。 今天他们母女两个在很热情地招待康克,女孩子已经在忙着煮红茶了,而康克也不好意思掀着,在帮他们一起包玉米,他和他们说,谢谢你们这两天用心地照顾我,我真的是太不好意思了。 女人也坐了过来和他说,你不要和我们说这种客气的话,是你在山里救了我的女儿,还特地过来买东西看我们,你做的这些事情都让我很感激。 他们坐在这里吃着红茶聊着天,这是康克这几天最轻松惬意的时候,他最近一直欲语寡欢。 不仅是一直都没有找到阿祖法,更是因为杰斯那个小子把他的卡车抢走了,现在他到哪里去都不方便,可是即使如此,他就是凭着自己的双脚也要继续去找。 他已经和母女两个说了他的安排,他说我的身体已经好一点了,我还是要去附近找找阿祖法。 他穿了衣服准备离开这里,可是他们母女两个还是说陪他一起去找人。 康克也没有拒绝他们的好意,他知道他们是担心自己的身体,他们站在那里商量了一下,决定今天换一个方向寻找。 康克自从出来寻找阿祖法后,他也在路上认识了很多好心的人,他们听了他的遭遇以后都表示很遗憾,也希望他能早日找到自己的妻女。 也有很多人对他伸出了援助之手,康克同样是一个热心唱歌人,即使他现在的情况非常艰难,可是他也会尽自己的力量帮助别人。 奶奶这两天打他的电话没有打通,他是想告诉康特,他拜托的那个小伙子有了阿祖法最准确的消息。 原来阿祖法最近也在外面打工赚钱,而且他基本都是在干农活。 他想要及时把这个线索告诉康特,让他也顺着这个思路去找一找。 只可惜在这最关键的时候,康特的手机居然被杰斯给抢走了,他没有得到这个有用的线索。 感觉康特这两天找的方位都是错误的,特别今天已经靠近城市里了,阿祖法是不可能出现在这个地方的。 康特离开家也有十几天了,他中间回去过一次,被他们气得个半死,所以现在更加是没有回家的想法。 要是他现在回去的话,也不知道妈妈会不会告诉他阿祖法回来过。 按照对妈妈的了解来说应该不会说的,他巴不得他们夫妻之间的误会越弄越大。 有很多网友都说康特怎么不报警抓杰斯的,他肯定以后要找杰斯报仇的,但却不是现在,他现在也比过去冷静了一些。 康特觉得现在最重要的,还是把阿祖法找回来。 他不想杰斯在这件事情上浪费他的时间和心情,等他们夫妻两个团聚了再找他算账。 反正他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妙。 奶奶现在还不知道,他一个人出来这么久了,还遇到了很多惊险的事情。 要是知道了肯定太心疼他了。 康特虽然现在不能在奶奶身边尽孝,可他知道老人家为他做得足够多了,不想他再为自己吃不下睡不着。 等他把阿祖法找回来后,他一定把奶奶也接回来住。 他们夫妻两个以后都好好孝顺他。 至于他的妈妈,以后就当个陌路人吧。 既然他在自己儿子和侄女当中选择了侄女,以后就让吉尔纳为他养老送终吧。 康特现在对妈妈不仅彻底失望,还感到憨心。 康特其实不知道的是,老者也已经和妈妈撕破脸了,以后再也不当他们家的何事老。 很快就夜幕降临了,这个熙熙攘攘的城市,也让康特半点提不起兴趣。 他买了一些吃的东西去找他们母女,今天他们跟着他也一直在找人。 他们找了一个空旷的地方坐了下来,简单的吃一些,女人能看出他情绪低落。 还在安慰他说,别灰心,明天再去其他地方找找,你们觉得康特会放弃找人吗?